蓝友们大家好,我是兰花又一开 这一期视频我想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平常养护蓝花当中 几种比较常见的能够引起 这个蓝花叶片发黄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这个光照 现在开始这个太阳光越来越强了 就是像我们自己出去要做一个防晒 那么这个时候蓝花 它已经受不了这个太强的光照了 比如说我面前这个连拌 蓝友们这样乍一看 感觉还是挺健康的 实际上它这个叶片已经被我晒得偏黄了 已经很黄了 连拌的叶子是这种嫩绿嫩绿的 它叶片比较薄 所以说我们在日常养护连拌的时候 就是照比其他的蓝花更要阴阳一点 这个挺怕晒的连拌 还有这一盆 这个就更惨了 我刚才剪这个叶子的时候 我想起来 所以跟蓝友们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种好了以后 就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这前面就是窗嘛 光照特别强 我就把它给忘记了 那两秒啊 马上就把 就一个下午的时间 叶片就已经晒糊了 我刚才我想把它处理一下 这蛮可怜的 它叶片少的时候 不能够进行光合作用 对这个兰花生长 还是有一定害处的 所以说蓝友们 在这个养兰花的时候 别大意啊 我这个就是太大意了 其实我就在这个地方 放了一个下午 这就是一个下午 我所获得的 还有另外一盆 这个也是晒斑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晒斑 这个叶片应该是两年前晒的 也是我就这么放在窗前 没太注意啊 让它上下 自己还给自己遮了一个阴影 这个很明显 因为它叶背没有颜色 只有叶片上面有颜色 这个晒伤以后就不可腻了 也是挺难看的啊 所以蓝友们在日常养护当中 从现在开始 对这个光照要进行一个合理的管理了 再下来一个引起这个兰花叶片 发黄啊 有这种黑斑的就是虫害 这个虫子啊 咬过这个兰花叶片以后 在这个兰花叶片啊 比如说这一种 我们摸上去就会比较当手 就是像我们人这个皮肤受过伤以后 会结痂一样 这个虫子啃食过以后 它会破坏这个兰叶的这个组织 所以当我们这个 在户外养的时候 尤其像我这种室外养的时候 我们就是更要防止这个虫害 这个小虫子也是防不胜防的 你说你打杀虫药 它不知道从哪儿 它又爬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蓝友们一定要 想办法哈 给这个兰花保护一下 不然被虫咬过以后 其实像我这个还是轻的 我有一盆更严重的 我就不拿过来展示了 那全都是被虫咬过的痕迹 太丑了 这个叶片啊 要等到这个新苗 完全成苗以后 才能把这个老叶片顶掉 那需要几年的时间 还有另外一盆 这都是很难看的 来 有们看得清楚吗 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看得清楚吗 这有一条小黑斑 这都是被虫咬过的 其实我这是一盆含烂草 本身叶子是很漂亮的 叶子很完整 一点胶尾都没有 被这个虫咬了 这该死的小虫子 也太可恨了 第三个导致我们这个兰花 黄叶片呢 黑斑呢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肥害 最近还是有好多蓝友在问我 说我上午打了花多多一号 下午再用花多多二号 可不可以 其实我这里面给蓝友们说明一下 就是您在吃这个肥的时候 您就考虑一下 我为什么要这么施肥 我那天有回复他了一句 我就说 比如说我 我说我自己 我刚刚吃过饭 您又给我一碗饭吃 还必须要求我吃完 你说我这个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兰花更是 它不是一个洗大肥的植物 所以说蓝友们 在这个平常给兰花施肥的时候 千万不要给它下重肥 这个我前两天刚刚施过肥 蓝友们看不看得清楚 这上面有这么若隐若现的 这么一点好康多 这么大一个盆子 我是不会施超过二十粒的 这个是它三个月的饭 平常像现在哈 偶尔的半个月左右吧 最多会给它一次花饱 像出花的就给一次花肥 出芽的就给一次芽肥 就是叶片喷 我基本上是不会给这个兰花 灌根来施这种 出任何生长的肥 这个兰花灌根的话 那还是挺需要一个技术的 我自己觉得也是不太好掌握 而且我自己摸索下来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给它灌过根 我这个兰花长得也是蛮好的 我自己也是觉得 没有必要给这个兰花冒这个险 给来我们看一盆 这个是春剑 大红猪沙 其实我一直想给来我们看看这盆草 这个叶子非常漂亮 我把手机拿下来给来我们看一下吧 这个叶子很飘逸 我都不太会形容 这个叶子太漂亮了 它是这种 还是这种扭转式的 这个是两苗的乾隆草 这个下面一共是三个芽 我也从来没有给它灌过任何的这种 触芽的肥哈 就是这么一点好康多 就这么一点好康多 这下面还有一点点101 就是加速它浮盆的101 哪天我讲一下101 最近好多兰友在问我 101是它既不是肥也不是寄宿 哪天我专门给兰友们说一下 是这个种肥对兰花一点好处都没有 它并不想不会得到您预期的那种效果呀 是这个兰花因为您施了这个肥以后 真的生臭臭的长呢 达不到这个效果 只会给这个兰花造成肥害 因为我自己把没有这个肥害的图片呢 或者是兰花给兰友们做一个参考 兰友们可以去百度一下 兰花造成肥害以后 首先第一个它是烧根 然后再体现在这个叶片上面 大概这个过程可能会有个十几天 半个月左右才会从这个叶片上面体现出来 等我们从叶片上能够看到 这个兰花有肥害的时候 已经造成这个伤害了 您托盆看这个根都已经烧黑了 另外我再啰嗦一句啊 就是最近这个兰友问我挺多的这个羊分 羊分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是不是好东西 是好东西 但是您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质料啊 如果您用的跟我同样的这种颗粒质料 就是什么其他的桃米水 鱼缸水 羊分 这些我都不建议您用 您这个试到上面以后 会这个在这个里面 质料里面支撑一些细菌的 这个对兰花来说真的是 百害是无一利的 因为这些事情我都干过 试那个饼肥呀 那个下面那个渣子在这个上面 就是形成要烂不烂的样子 招虫子 不是您腐熟了就没有的 你只要是在这个上面 太阳一照 它照样再发酵 第四个引起这个兰花 黑斑呢 胶尖呢 就是这个老苗一个自然的退草 像这样给兰友们看一下 就比较清楚了 看得清楚吧 这个老苗上面这个叶片呢 都是斑呢 胶尖呢 很严重呢 这都已经很严重了 其实这是一个我把这一苗单拿出来 兰友们就看得出来 把这一苗拿掉以后 这个叶片就完整的多了 这是老苗的一个自然退草的现象 兰友们并不用说太过于担心哈 如果说这个老苗价格不是太高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老苗剪掉 从这个叶夹的位置把它整 把它整苗的这样剪掉就可以了 你看这老苗上面这叶子 就不用保留 如果说这个草比较贵的话 我们就把可以等分盆的时候 把这个老苗单切下来 单切下来 让它再蓝芽 让它再给我们创造点价值 就是兰友们还是要记得 就是在我们养护这个兰花当中 像这种老苗有胶间 我们都不用太在意 这是一个自然退草的过程 像这种西苗的叶片是比较完整的 这样都是我们能够接受的 如果平常我们觉得难看 稍微的给它修一下就行了 最后一个就是兰花的植料 如果我们这个植料不干净 不要说老苗新苗也是一样胶间的 所以说当兰友们 您这个新苗也有胶间 然后也有这种发黑的现象 这新苗就开始胶间 一直往下走 还控制不住的时候 您适当的就可以翻一下盆 看看您这个兰花根长得怎么样了 因为如果您这个植料不够干净 不够透气的话 尤其到这个夏季的时候 兰花一旦造成闷根 它第一个表现就会变成胶间 其实这个胶间也是很好的 它最起码告诉你 我在里面这个环境 我不舒服 我需要你给我调整一下 这个来我们要收到兰花这信号的 像以上这四个问题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它并不会对这个兰花 造成一个致命的伤害 我们只要适当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兰花植料 如果您这个兰花植料不够干净 不够清洁 不够透气的话 这个对兰花的伤害是致命的 尤其我们现在到这个夏季开始 就要高温高湿的时候 如果您这个兰花植料不够透气的话 这个兰花第一会从这个叶片开始交间 这就是给您提一个提醒 告诉您我在这个植料里面 这个环境是不舒服的 如果您只是没有收到它这个信号 还在从这个外部找原因 我是不是光照过墙了 我是不是湿度过低了 还在从这方面找的话 就是没有理解到这个兰花的兰宇 我最近看到好多兰友给我发来那个图片 就是这个兰花已经怎么说呢 就是很需要马上及时的处理一下了 但是大部分兰友给我的回答 就是我要等到秋天的时候再翻盆 因为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了 怕翻盆对兰花不好 您这个植料已经不透气了 达不到这个兰花的生长要求了 这个夏天是很难度过的 这个夏天是很考验兰花植料的 高温高湿的季节 凉虎特别容易发生 我们就要及时调整一下 我们这个兰花的植料了 一定要给它做到这种干净清洁 沥水宝石 透气清洋好着 我好像太啰嗦了 说过好多次了 然后这期的视频就跟兰友们分享到这里吧 下期的时候我想跟兰友们聊一聊 我们这个室内养护兰花和这个室外养护兰花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利弊 谢谢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再见